大家好,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明天就知道笑,一开始只是关注一下,越了解越喜欢,以前关注哪个明星都是跳得好啊,唱得好啊,哪个角色好感人啊 怎么到了龚俊这里就觉得这个演员本身好,有一种大学同学亲近的那种好,都说观众原是玄学,你看,哪有什么玄学,大家都喜欢美好而已 美丽的外在是前提,内核是关键的稳定器,甚至是决定美丽是否恒定的放大器 龚俊默默摸索了六年余,终于抓住机会在观众面前绽放,并还在耕耘,优越的外在,内在的修养,良好的职业素养缺一不可 我们不一定有发现没眼睛,但当美好在我们面前,我们一定分辨得出,感受得到 所谓玄学,就是我们对美好的选择,可能你被盛失的下药吸引,可能你那年错过了最玲珑的原彻 可能你再从结婚开始恋爱就觉得这个演员一定能火,或许是温客行惊艳了你整个春天 也可能铃声你也没听过,你在安乐转才能和他相见 但美好的人,一定会发现美好,龚俊去把握创造机会,认真对待角色 不设限更能放得开形象,必定收获更好的自己,如他在耳你刚好发光里的方言 虽然剧有点老,早期也有声色的地方,但不一样的龚俊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塑性 龚俊灵动多变的角色投入,一定会在某刻打动你 而他笨拙的成本更会在生活中用每一次的乐观活泼,坚定和真诚感染你 我家住在金牛区,不打断就差点爆出门牌号 被粉丝考古出了采到屎的视频,全都让人忍俊不惊 看龚俊的综艺同样总是能带来欢乐,站着巅峰的好性情也好 可可爱吃东西也好,就是遥想在龚俊刚刚火参加快本游戏的惩罚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名 场面,龚俊已经两米的巨型哪吒,半丑出现在大家面前挥住一把红鹰枪 大家早点回家,路上注意安全,还不忘说一句,我是高冷男神 大家对比红毯生徒不由的一声感叹,你为赚钱拼过命吗? 常年机场走神,但常年以粉丝免疫捐款,更用善意和尊重去面对每一次工作的合作伙伴 然后,我轻轻地提一下努力,努力这个词在内鱼成了原罪 可看到龚俊这极具诱惑力和极致完美的身材,我还是要大赞 好的身材不是说放在那就行了,背后代表着决心和意志力 总说龚俊身材一直很好,哪有平白无故的一直 其实龚俊在温客型阶段类的偏瘦了,这次经验亮相真的是难以描述的顶级 演戏时候是个演员,红毯时是个明星,工作时就是打工人 平时就像林家弟弟,一个闪住亮晶晶的大眼睛的人 我能看见他的真心,我愿意为这一份真诚以我的热爱来买单 不是我会演时人,是龚俊你刚好发光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